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雖然有颱風攪局 不過中秋節四天連假 還是有很多民眾要回家跟家人團聚 或者是安排出遊的活動 從今天下午四點鐘開始 台鐵就出現了返鄉人潮 旅客比平常還要多出了兩成 而這個情況會一直持續到明天中午 台鐵說呢 為了要輸運旅客 已經加開了282班的列車 但是依舊是一票難求 往前面來 往前面來 動動快來 往裡面移動 加速快跑 只為了乾火車 中秋節四天連假 從18號下午開始 台北車站月台上 就排滿了擺鄉的旅客 比平常還要多出兩成 台鐵特別加開了282列次 對於花東線的部分 有特別 較平時增加了37%的一個運能 同時我們也 也特別加掛了491個車廂 敲敲車窗要乘客盡量往車廂中間擠 就算加開班次 還是有人買不到坐票 得一路站著回家 我好像兩個禮拜前就買了吧 然後買不到 對 買不到坐票 一定要還沒有開就等在那邊 買到坐票了 買到了 火車一票難求 客運也是班班客滿 所以轉運站現在沒有位置買到嗎 轉運站沒有位置耶 現在賣到明天下午才有位置囉 台鐵預計19號中午以前 還會有一波搭車人潮 今年中秋雖然有天兔颱風來攪局 不過民眾還是想趁著月圓 全家團圓 UDN TV李文浩前天群台北報導